强烈冷气团接连报道 大家又得忍受低温寒冷的天气 不过您其实没经历过更酷寒的天气 像是摄氏零下41度会是什么滋味呢 俄罗斯的酷寒冬季有人把一锅滚烫的开水洒上空中 还没落地之前就凝结成冰雾 成了难得一见的雪地景观 手机上显示当天的气温是摄氏零下41度 男子戴上手套 眼前有一个不锈钢锅 打开盖子锅里头是滚烫的开水 零下41度到底有多冷 这位俄国帅哥现场做个实验 从阳台泼出去一锅滚烫的开水瞬间成了冰雾 从另一个角度看 开水还没来得及落到地面就化为一团雾气 仿佛置身在缥缈的云雾间 同样洒水成冰的奇观前几天也在内蒙古的更河市出现 是刚刚烧开的一壶热水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滚烫热水接触到冰冷空气还来不及落地 就化成浓浓雾气消散在空中 接下来把水倒在铁锹上也马上结冻了 看见没有这是一根冰线很快迅速就结成了冰 内蒙古的更河市是大陆最冷的城市 当天的气温低到摄氏零下43度 更河一年有9个月都是冬天 有记录以来最冷曾经低到零下58度 刘雍伟编译